他带来看到就是晃点我们的特征组吗 前总统陈水扁放在瑞士的海角七亿 高院强调如果不把这笔巨款汇回台湾的话 就不会释放陈水扁 而他的儿子陈志忠之前多次对外强调宣称 保证一定会把这七亿元汇回来台湾来救爸爸 不过到现在都已经5月21号了 只汇回来了三千多万元 这跟这个七亿元还差得蛮多的 而根据周刊就报道了 因为陈志忠其实在今年2月的时候 竟然密函通知瑞士 要求不要把这七亿元汇回台湾 结果瑞士方面告知了我们这边的特征组 陈志忠被抓包之后 频频说是误会一场 才同意开始汇回款项 有人听到消息就大骂陈志忠 真的是只要钱却不愿意救爸爸